立法院日前审查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 要统一管理医疗器材和各式辅具 但接下来这段话引起民间团体反弹 简单来说只要这项物品能帮助人完成某种活动目的 就可以称为辅具 因此民间团体认为法令没有厘清辅具属性 就列为医疗器材的话 未来只能交由有证兆的医疗器材商生产和贩售 导致价格提高 民众也难以取得 我的座店 我的机车 我的什么通通要来了 通通要去列入医材了 那以后我要去哪里买 哪里去保养 我真的都一个头十个大了 常务理事轮移代步已经35年 这些辅具本应该是带来便利 现在却担忧未来会成为阻碍 希望政府能听见声音和民间团体讨论之后 在立法进行管理 大约新闻林一婷 燕一玲 台北报导 菲律宾这一位